保险业大家也知道 长期以来存在着一些误导销售 理赔难等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要进一步的加大整治力度 要严厉的整治保险公司 引力不良利益输送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对造成严重风险 严重破坏市场秩序 严重损害保单持有人合法权益 这些关键人关键事和关键行为 加上监管 综合的运用 我们的行政处罚 强制措施 通报曝光 和与其他部门的行刑衔接行计贯通等措施 来确保保险公司的经营行为 依法合规